Hello大家好,我是阿雷 那今天呢,阿雷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把我们ESX3里面装好的这些系统 然后备份出来 那因为呢,最近呢,有很多小伙伴 比如说,他之前用的是那个6.7的版本 那他想要升级到7.0 那或者是他想要去换最新的这个5105的设备 或者后面最新的推出的很多的设备 那像这样呢,我们的系统呢 难道要一个一个要重装吗 这个是很麻烦的 并且呢,像我之前做的很多的两人包 其实也是配置好了用这种形式呢 然后导出的一个OVA的文件 那这样的话,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 就会更加的方便一点 那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如何在ESX3里面 把我们已经配置好的这个系统 然后把它备份出来 然后这个备份的数据呢 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导入到我们的ESX3里面 不需要一个一个去配置 那这样呢,就会省掉很多的时间 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就废话少说开始今天的分享 首先呢,我们今天呢,这个教程呢就是是Windows的一个教程 那如果你是Mac的话,可能配置的话上面会麻烦一点 那首先呢,我们要去那个VMware的官网去下载一个叫OVFtools 那这个工具,那这个工具呢 我已经注册好账号下载下来了 大家想要去自己下载还是需要去注册账号的 好,然后我们首先在我们的Windows上面安装这个软件啊 因为我已经安装过了 所以呢,这边就不跟大家去演示了 就是傻瓜式的一步一步去安装 安装完以后呢,我们在我们的Windows的这个C盘 然后这Program Fires 然后我们往下翻会看到一个VMware这样的一个文件夹进去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OVFtools 进去之后呢,双击我们的这个目录 直接输入CAMD 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启动我们的命令行 那然后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ESXI里面 如果我们想要备份哪个系统 就要把它给关机关闭电源 那比如说我想备份我刚刚配置好的这个NAS主板上专用的这个 918的黑群的系统 那我需要把它关闭电源 那这个OP是如果想备份的话也是需要关闭电源 那我现在就以这个918给大家去做演示 然后我们看这个名字 记住这个名字 因为我们待会要用到这个名字 那现在呢,我们就用到了一串代码 而这个代码呢,我待会也会跟大家来准备好 然后这个代码 然后它有两个部分 它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呢,就是上面这个部分 上面这个部分呢,我们需要修改的地方就是这个192.168.31.31 因为我的ESXI的IP地址是31.31 你要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去修改 那后边斜杠后边这个名字就是我们ESXI后台的那个名字 比如说,我的这个就是918 那我就把这个改成918 好,那下面的这个地址呢,就是你要把这个OVA的这个文件呢,把它放在哪里 备份的地址呢,我在桌面上创建了一个OVA的一个文件夹 然后进去我所有的备份的都在这个里面 那好,那现在呢,你找到这个位置之后 然后复制这个 它的这个位置 好,然后我们把这个代码给改一下 好,然后这个地方 嗯,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地方 啊,这个就是我刚才复制的那个位置 然后我粘贴进来 你也粘贴你自己的 然后加上一个斜杠 啊,这个部分的这个斜杠 后面的这个名字 就是你想要把它改成什么名字 比如说,啊,这个是 NAS 专用918 然后后面再写上日期 那这个名字的我们是可以随便的来写的 啊,因为上面的这个是要 啊,必须要跟我们ESX在相同 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复制这串代码 那这串代码 它们中间呢,是要有一个空格 啊,我为了大家更好的去看啊 然后,所以分成两部分 那现在呢,就让它中间有一个空格 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复制 然后找到我们刚才打开的那个命令行的那个页面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呃,鼠标的右键 它就会自动的粘贴 然后我们按一下这个回车键 好,如果到了这部提示 它就问你要不要去备份 是否要写入 好,那我们输入YES 如果到这部 那你前面所有的工作都是对的 如果不对 那你要重点的去检查 我刚才给大家配置的这个部分 看你是不是配置对了 好,那现在我们在里面输入YES 好,大家看到了吗 现在就开始备份了 1%,2% 这个备份的很快啊 这个要看你的这个系统文件到底大还是小 那现在就开始备份了 当我们出现这个成功啊 备份成功的这个页面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我们刚才找到这个地方 好,大家可以看到了吗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备份的 那个NAS专用的918的这个固件了 那我们用的时候呢 也非常简单 那比如说我现在呢 就可以直接的把这个删掉了 如果你在你的新的机器上面 或者是转移到新的机器上面 那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新键 第二项OVF 点击下一步 这个地方给它改一个名字 这名字可以随便起 然后呢 把我们刚才备份好的 这个OVA的文件呢 拖拽进来 点击下一步 一直点下一步 点完成 然后呢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系统呢 就导入到我们的新的机器上面了 好,这个就是我刚刚给NAS配置好的 这个OVA的这个文件 好,这样是不是很简单呢 那配置好以后 如果你后期想要让它去自动启动的话 点击这个管理 选择这个NAS 然后点击一下启动 那这样的话 它就会开机的时候就会启动 这个办法是不是很简单呢 如果你觉得这个办法不错的话 这个教程对你有帮助的话 也别忘了一键三连点赞分享转发一下这个视频 让更多的小伙伴呢 也能够很轻松的备奔自己的ESXI里面的这个虚拟机 好,也希望这个视频呢 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